歡迎來到魔法盆栽成長紀錄 UP主就和大家一起見證一下 他如何升到LV5 即是最高級 到底如何栽種魔法盆栽 就把道具種子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沒錯,只要把種子放進魔法盆栽 他們會種的道具出來 盆栽的經驗值都會提升 現在到LV2 敵人會更容易放種子 種子會更加出現好的道具 聖經也有說 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 記得多拿些種子回來 放進魔法盆栽給他們快速成長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打贏了矮人瑞島的大佬之後 通常就會到LV2 今次即將來到LV3 到底這些種子怎樣才拿到呢 就是打開寶箱 即是看到光點就拿 以及一看到橙色的瓶就打爆 通常會拿到不同種類的道具 例如消耗品 以及種子 以及錢等等 當然打到怪物之後 贏了之後就會掉到種子出來 不差就見到怪物就打過去 這樣會拿到更多種子 就是一路以來的冒險 現在終於到了LV3 這個魔法盆栽 沒錯 就是準備找其他精靈的時候 水 火 木 月的精靈 意味著 劇情發展到 由這個幽靈船 和火山島死裡逃生 回到英雄王身邊的時候 正如片中所見 我獲得好多好東西在手 超多Jazzle 所以真的不要錯過 即是種子 有殺錯沒有放過 來到這一幕 意味著差不多到LV4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去到呢 對 差不多準備打神獸的時候 已經到LV4 所以獲得的好東西都越來越多 金色道具種子 即是一路以來 所以獲得的種子都越來越好 基本上 當然你要提升這個盆栽的Level才可以 對 就是這些力量之水和魔法之水 都要消耗品之一 這一個 只在加能力 哇 你看看種子 又銀又金又七彩又問號 越來越好 這些種子 順帶一提 這些問號種子 裡面有一些是鑽織道具 即是非樂不可 那到底哪裡可以見到魔法盆栽呢 除了旅館之外 瑪拿聖地的起點都會有 另外這個不尋常的地方 都會有魔法盆栽 沒錯 這就是番外篇 阿尼斯的禁區 在這個禁區的起點都會有盆栽 是時候把辛辛苦苦打下來的種子 全部都放進去 去見證著 成為這個最究極的盆栽 把這些好東西全部種出來 看 哇 大虎翁精油 真實之矛 力量之水 黃金手眼的精神之水 聽起來都好 這一個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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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去到LV5 最高級了已經 耶 恭喜你終於獲得這個成就 完毅大師 天馬之海 黃金蘋果天馬之海 又 女神之海 米艾恩服裝 黃金蘋果 全部都很把炮的裝備 強 還不養成爭取種子的良好習慣,見怪物就打,見寶物就拿? 不過好種,種好東西,不單有助你冒險的進行,也有機會令你成為大富翁 蛤?有關係嗎? 是啊,另一條影片也會詳盡解說 蛤?剛才種了好東西,還不時去讚好、留言、分享和訂閱? 再跟大家玩玩遊戲吧,如果看到什麼好好的東西,例如什麼星神之海、女神之海,不如留言放進去見識一下 下集見吧!